以幸福國度聞名的南亞國家 布丹 九號舉行的國會決選 經濟危機還有七年的高失業率 是選戰主軸 結果前總統脫節領導的人民民主黨 獲勝 脫節也渴望再次出任總理 布丹大選結果十號出爐 前總理脫節的人民民主黨 贏得國會四十七席中的三十席 重新獲得政權 脫節渴望回國出任總理 另外一黨布丹元七黨 則拿下剩餘的十七席 脫節是布丹2008年首屆國會的反對派領袖 擁有披茲堡大學機械工程 與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碩士學位 2013到2018年間擔任布丹總理 主張環保 選民這次對他最大的期望 就是率領國家走出連續五年 超低經濟成長的危機 解決高達29%的青年失業率 讓大量外流到澳洲 找工作機會的青年回歸 這也是兩黨共同的選戰主軸 這是我的第一次選擇 這次是2008年 布丹從君主制轉型議會制以來 第四次大選 許多民眾是翻山越嶺 跋涉多日才能抵達投票所投票 八十萬人口的布丹 位在喜馬拉雅山脈東部 中國與印度之間 兩個大國都在爭奪對布丹的影響力 這次大選也牽動邊境爭議領土 與地緣政治問題 兩黨都宣誓要強化跟印度的關係 支持跨境鐵路引進更多遊客 共識新聞是會種別議